hihoho,大家好,我是志祺! 8月15日就是高雄市長的補選了 這個議題我們也算是還蠻關心的 主要是因為我們公司有很多來自高雄的夥伴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跟上次總統無限寶石企劃一樣 收集網友們對各個候選人的提問 然後讓他們在鏡頭前面回答 不過,這邊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製作無限寶石這個系列的節目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沒有跟候選人收費的 那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想要減輕大家對訪談內容的一些隱遇 而且實際上,我們一定都會主動邀請 所有的候選人來上節目 也因為我們真的非常樂於見到 各位候選人可以親自的 來跟大家聊聊他的證件或觀點 只是,有的時候並不是每位候選人 都願意或是有時間受訪 那這個部分就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了 好的,那補充說明就到這邊 現在就要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第一位受訪者 也就是二度挑戰市長寶座的陳其邁 好,那就請齊麥跟我們的觀眾打個招呼吧 志祺,大家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問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我們就先不要問那麼硬的 我們先來聊聊就說 你是怎麼看待上一次的落選的原因的 2018年選輸嘛 後來當然是徹底的大絕大悟啦 後來蔡總統也到高雄 我們聽取很多地方的意見 所以我後來到行政院工作的時候 列了20個為什麼輸的原因 所以我在這一年多 我就一項一項把輸的原因把它解決 譬如說在比較偏鄉地區 我們的農民的票好像比較少 後來就發現說農產品的價格啊 農民的收入啊等等 所以我們後來到行政院就建立了農民退休制度 農業保險 農機補助 甚至是肥料補助來減薪農民的負擔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個原因 作為候選人 當然在第一線當時 在所謂的寒流的階段 我當然是要負起所有的責任嘛 候選人是這樣 所以我就一項一項的針對我們這些問題 哪裡跌倒從哪裡爬起來 了解 那兩年內再次選高雄市長的這個心情又是如何 因為這一年多其實政壇流很多紛紛擾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18年之後我跟蘇院長 當時一開始到行政就被人家笑說是敗選者聯盟 所以我們確實也真的是做了很深入的檢討 所以一項一項的把這些缺點改善之後 那同一個時空 當時韓市長就任不到四個月就宣布要參選總統 所以整個高雄很多的重大建設因為市長常常不在家 那所以很多的這些重大建設像大林浦倩村 或者一些捷運的新建 等於這些建設幾乎都全部都停下來 只要碰到有爭議他就把它停下來 那再加上說他的很多的證件其實是有一些是可行性很低的 所以這一年多來這種紛擾其實高雄市是停滯不前 所以我當然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工作在之前是在防疫 我是防疫國家隊的議員 所以防疫的工作也穩定 然後我也覺得說高雄畢竟是我最牽掛的地方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有機會的時候 我就回到高雄準備參選市長 了解 那這一次當選之後其實就像你剛剛講的 只剩下一年多的時間來處於市政 那你會優先去處理哪些市政項目 這個順序會怎麼樣 第一個當然是整個產業結構轉型的問題 因為高雄都是重工業 你要轉型到高科技的產業 或者是讓我們的傳統產業能夠附加價值增加 所以你傳統產業要升級 那第三個就我們中小企業你要提供他協助 那這個都是目的就是為了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更優質的就業機會 這個是解決年輕人就業的問題 這個是高雄市民最關心的 那第三個當然是空氣污染的問題 我會希望說未來的國營事業跟這個地方政府合作 由國營事業帶頭 譬如說中油啊台電啊 甚至是中鋼啊 這些大型的重工業的重鎮 幾乎都是在高雄來減低空氣污染 然後訂定一些時間表 來逐步的來解決空氣污染的這些問題 那第四個當然我希望說也能夠把這些重大交通建設趕快啟動 因為捷運這樣弄了一年多其實都已經停在那裡 幾乎動都不動 那我希望說不管是輕軌 捷運防線的規劃 那跟捷運防線連增加路組 這個都同步啟動趕快來做 那我們其實也都知道說政策其實難免就會有一些延續性 那如果你上台了之後呢 你會有哪些韓國瑜的政策 是你會延續繼續把它做下去的 有的政建設有一些是一定是延續性的啦 也不是韓市長做的 像我們鐵路地下化之後有很多的這個 不管是原來陸橋把它平面化嘛 或者是綠廊的興建 這個本來就是連續性的計畫 這個就是要繼續做嘛 OK 所以像輕物啊這些東西其實也是繼續做 那路平的政策 像我在2018年選舉我也提過路平 路要把它弄平 不是把柏油再重新鋪上去 這個問題就解決 你知道高雄的路為什麼不平 因為我們大卡車很多 貨櫃車很多 所以一條馬路你大卡車壓幾次 那因為它柏油又鋪了柏 那你卡車一壓過去就馬上壞掉嘛 所以有一些路段其實你要鋪水泥 OK 或者是說你下面還是要放這種大石頭 讓它的地基比較穩嘛 所以我會去再盤點一次說 這個路平 陳其邁的道路品質一定要比韓國瑜好嘛 而且還耐用嘛 那這樣我才能夠讓我們這些 關鍵重要的這些路段 它的路平不要再一挖再挖 或者你幾乎天天都在鋪柏油 那這種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你再怎麼弄每次選舉到的 大家都在講路平 所以我希望說 這個你就是要訂定一個標準 那假如用日本東京的道路標準 那你來鋪設這些柏油 或者是改善路 你這樣這個路才會做好 所以即便是韓市長來路平政策 但是我做事情很龜毛的個性 我一定會要求我的品質 我一定會找一個副市長好好的把這些道路的品質 怎麼做定定一個標準 那以後就按照這個標準來做 了解 那有沒有哪一些是 就是做到一半 然後你可能會終止的 或者是你要怎麼去處理這些 然後中斷的政策 我想這個南海太平島挖石油 這個是完全不具可行性 這個就是砍掉 這個就不要代提了 因為這個當時選舉也不知道 怎麼憑空想像來的這個政策 根本不具可行性 另外他也提了很多像滿天星計畫 大概意思就是補助大學生或者是公務員出國 但是補助都是美金兩萬三萬這樣 這個其實財政負擔 這韓市長也自己做不下去 所以我會把一些政策 假如這不具可行性 不切實際的這些政策 我會把它打掉重臉 那把資源投注在比較重要的地方 譬如說偏向兒童的數位落差 怎麼樣讓其他的城鄉差距的這個平衡能夠增加 那或者是怎麼樣具體可行 能夠增加市政府財政的收入 那能夠提升產業升級 我想這個才是比較根本的問題 OK 好 那其實在上次選市長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的政策 基本上都是延續城區時代的一些 算是那時候的一些想法 但是選民他們其實以投票證明了說 他們對於那個時代民進黨的執政 他們是抱持著反對 或抱持著就是失望的態度 所以才那時候選擇了就是韓國瑜市長這樣子 那這次又有一個挑戰的機會 你會怎麼去處理可能像高雄的負債 房債或是經濟等等的問題呢 然後讓大家證明說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在行政院大概就是負責整個產業的政策的協調 包括說財商回台的三大方案 怎麼樣協助這些政府的重要性的這些產業 能夠讓我們的產業能夠升級 所以我們累計到四月大概有一兆多的投資回到台灣 那這些錢要回去哪裡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嘛 所以我當市長就是要招商引資把這些資金能夠落腳帶高雄 那這個落腳帶高雄 當然最重要是讓原來的生產設備能夠轉型 能夠提升它的生產力 讓它更有競爭力 那自然而然就有工作機會 或者是薪水就會增加 那第二個就是高科技的產業怎麼樣吸引到高雄 那台南到高雄加當橋頭客選 其實未來是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嘛 所以我要去解決廠商碰到五缺的問題 把這些國際的大堂吸引到高雄投資嘛 所以讓我們高雄的能夠隨著國際整個經濟的脈絡 也能夠同步成長 那我們這樣高雄才能夠擺脫過去 我們做一個重工業污染城市的宿命 這個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解決年輕人就業這件事情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也是我為什麼要參與高雄市長參選最主要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是高雄人 那我的同學幾乎都是離開高雄 那很多到足科有一些到台北工作 那等到年紀大的時候才想到會回到高雄 那我希望說我把北漂的青年能夠吸引回來高雄 那吸引回來高雄我能夠帶他們出海 不管他們在文化創意產業 或者是說他們所謂的新創公司這些 他們有很多想法 那藉由科技的方式 或者是藉由跟國際大堂鏈結的機會 能夠把他們帶出海 這樣這些企業才能夠永續 我們的好的人才 不僅說北漂青年回來 還有其他的 甚至可能很多難漂的人 願意到高雄來就業 那我們這個高雄才能夠跟國際接軌 那成為一個有生命力能夠重生的城市 那再來我們想要問的就是 剛剛講到說高雄的薪資的問題 可能像是青年的薪資其實比較低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來北漂 那請問這個問題要怎麼樣子解決 然後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政策可以跟大家分享 幾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產業必須轉型 第二個高科技的廠商願意到高雄投資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怎樣要協助青年創業 那創業的問題當然是 他會帶他創業過程碰到 人才資金市場的問題 所以你政府必須搭建一個平台 第一個譬如說國際大堂 譬如說臉書或者是微軟亞馬遜 這種國際大堂 他可以帶你出來 所以你在高雄創業 你碰到這個市場的部分 市長當然最重要能夠把你的產品賣出去 但是市長畢竟他不是第一線的銷售員 市長要做的工作是搭載一個平台 那在這個平台裡面有工有10部門 大家共同參與 那能夠把我們的產品 除了我們的傳統產業帶出海之外 我們的軟體 我們的文化創意也能夠帶出來 這個是市長最重要的工作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年輕人創業 他第一個碰到資金的問題 所以在中央政府部門 我們有一個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的基金 他可以協助部分的減輕利息負擔的貸款 也就是信用保證 那地方政府相對可以在他剛起步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提供融資協助的部分 能夠在時間帶來往早再提一點點 也就是說我們在講所謂的天使創業基金 這個部分能夠提供一點點的協助 來幫助他在要起步的時候幫他點火 讓他更多的機會更多的信心 那其實我講過年輕人 在台灣的年輕人跟其他國家的年輕人不太一樣 譬如說我們台灣年輕人很關心 我們的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 這個在其他國家不見得是如此 第二個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創業 年輕人台灣的年輕人腦筋又靈活 又有想像力 所以在這個環境在創業的環境 我們必須把人才資金跟技術來提供他 譬如說也許他這個產品他做得很好 很有想像力 但是你可能要提供他一些 譬如說會計或是公司管理的知識 或者是技術來提供他 那這樣他才不會一上來就馬上跌倒 碰到桌鑽不靈或者是財務調度的問題 提供他一些公司治理的經驗 所以政府在某種程度在整個青創事業 政府不是只有給錢 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他必須幫他找機會搭載一個平台 那第二個你在至今稍微起點火的作用 那第三就是要你在技術上 你要幫他提供更多的一個服務 讓這個年輕人在他創業的時候 他有更多成功的機會 我在想如果不是創業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很多北漂來台北的 其實他們畢竟他們不一定要創業 創業是比較幸運的人的選擇 坦白說 那如果他們只是想要留在高雄就業 就沒有什麼具體的政策可以協助他們 我其實在台北 我接觸很多高雄來的年輕人 譬如說我在亞馬遜也好 或者是微軟公司 他們大概都是從事軟體設計 那在台北 他們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高雄不設呢 所以我也跟這些國際大廠的 在台灣的負責人說 那假如說高雄有提供更好的空間 譬如說我們的房租比較低 或者是我們的高雄 畢竟生活消費也比較低 那你願不願來高雄投資 他們說他們願意啊 所以我市政府假如能夠提供更多的誘因 給這些國際大廠 就我在行政院負責的計畫 就希望說他們能夠搬到高雄 那你試想假如一家亞馬遜 或者一家微軟的這些軟體的工程師 都下來高雄工作 或者是吸引更多高雄的就業人台 也許念書在台北 後來就回到高雄 那自然而然這一群人就可以在高雄 帶動更多的我們傳統產業能夠成長 他就會把年輕人這些國際大廠 藉由他們的力量 就能夠讓更多的北漂的青年回到高雄 為什麼要回到高雄 因為在台北他的生活費 也許一個月要五萬塊 但是你回到高雄 他的生活費大概只有三萬 然後又是他熟悉的地方 然後有海有山有港 對這些軟體的工作人員來講 他們其實是非常非常 覺得說高雄是一個好的地方 像我跟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負責人杜一錦 他就是高雄人 他就常常告訴我說 高雄假如有一個好的地方 他願意來高雄啊 因為高雄就是他的故鄉啊 所以這些國際的這些大廠 有很多優質的工作機會 自然而然就會在高雄 那回到高雄 不是說我把他找到高雄 事情就結束了 但高雄他還可以出海嘛 他這些應用服務的這些軟體 他也不是只有服務台灣人 他也可以服務其他的國家 也服務其他的產業 他既然可以服務台積電 他為什麼不能服務其他像美光 或者是其他國家 Sysco這些大廠 因為對他們來講 現在網路世界已經無緣佛界嘛 藉由公有雲 本來就可以連接到全球世界 所以高雄他作為一個港灣城市 他的概念 其實不是只有所謂一個港口 或者是空港 他其實藉由網路的世界 其實他無形之中就是一個 在整個資訊 或者是文化創意產業 都可以藉由高雄 我們不管是在亞洲新灣區設立AIOT的產業聚落 或者包括數位內容 包括文化創意產業 也許你設計一個很有創意的一個點子 或者是藝術創作 或者是甚至也許是一個簡單的工業設計等等 那你就可以藉著一個由政府跟民間企業共同搭載的一個平台 你就可以出海 所以高雄未來吸引國際大廠來高雄投資 那藉由國際大廠協助我們高雄企業轉型 那自然而然我們的工作的機會 跟我們工作的品質就會比台北來得更好 而生活的品質更好 那高雄三海河的這個環境 總是比台北生活空間很狹窄 然後房價又特別貴 交通又很不方便 在高雄每條馬路都大馬路 海港又開闊 或者是這個其他旅遊的地方又非常多 東西又好吃 所以回到高雄 我是認為說 解決年輕人的就業的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 了解 那剛剛我們其實講到交通 就交通跟生活的品質是非常有極強觀的 那你要如何去規劃 或者是完整一個高雄的路網 然後甚至是對可能叫輕軌二階 那這個後續處理 有什麼想法 高雄的交通比較複雜 因為它跟台北市不一樣 台北市大概是200多平方公里 高雄是2000多平方公里 是台北面積的10倍 那我們有室內的交通 比較難用台北的觀點去想像高雄的交通 我們有偏鄉 有桃園鄉 那馬下鄉 有圓鄉 所以我們面積有10倍 那偏遠地區的部分 我認為是應該要發展更便捷 更有效率的交通系 什麼叫便捷有效率的交通系 現在科技其實很方便嘛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 未來假如我擔任市長 我會全力來發展所謂的公車小房 因為很多長輩要看病 我要去解決最需要幫助的人 市區當然還是以結業系統作為架構 所以我們現在紅線 橘線 大概包括黃線 這個路逐延伸線 還有我們的輕軌 這個就是架構我們綠色交通最重要的核心網絡 所以我當市長輕軌 或者是結業一定會加快加速來興建 來解決過去一年多多拖了這懸而未解 或者是已經延宕就把它放在那裡 這些路網的一個興建 我會加速興建 OK 那再來是你要恢復大港開唱 這個是年輕人的活動 那本來是屬於高雄市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的節慶 那你大港開唱不再大港唱 那你叫什麼大港開唱 所以這個是專屬高雄 是高雄的城市的象徵 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排除困難 來協助我們的表演團隊 能夠恢復在大港旁邊開唱 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港灣的城市 這個都是大開大河在港邊這種 盡情歡唱很多的流行音樂都是從港邊而生 我只是比較遺憾說 像過去韓國瑜市長 他認為說這個裡面講了幾句話 好像是比較粗俗 他的觀點 然後就說這個什麼又扯到什麼中華文化 這個是很封建 而且是很過時的一些想法 年輕人的創意文化的表演 這個本來就是沒有任何界限 你應該要尊重這些創意 這些表演團體 他表演的自由 那這樣文化才能夠更多元 更精彩更美麗嘛 所以大港開唱 我覺得這個是恢復說對於文化的解禁 他能夠很自由奔放 各種多元的這種文化 都能夠帶高雄 蓬勃發達 這個很重要 好那我剛剛就是這樣子聽起來 其實我會覺得跟韓國瑜在講的事情 好像差不多 那你覺得你跟韓國瑜有什麼最大的不同嗎 我不太會去講那種 一切實際像南海挖石油或者是什麼摩天輪 做的事情或者是我講的話都是實實在在 這個是我的風格 第二個我在行政院有工作一年多的時間 這在協助說整個台灣的科技產業的發展 跟整個包括怎麼樣解決青年就業的這些 所以對於中央的執政或者對於行政的執行力 我是在過去在蘇院長的期間 就是扶手跟蘇院長也是一起打拼 所以我有經驗 那我也知道說政策國家的願景是什麼 那我也知道說怎麼樣去整合 跟這些國際大廠合作的機會 所以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相信是這個才是一個好的高雄市長具備的一個條件 所以當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我會把所有的政策的執行我都會想清楚 我才會去提出我的實證的一些願景 所以對於高雄來講我非常清楚 最重要的是青年就業 產業轉型跟空屋的房子 這三大問題一定要馬上解決 那第四個就是交通路網 尤其是捷運的興建 讓這些重大的建設能夠趕快啟動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最後我想說可以請你跟高雄市民說一段話 例如說可能你特別想宣傳的政見 或是想要呼籲的話 或者是想要澄清的事情都好 就這段時間 看看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講的 那樣市政在一年多其實紛擾很多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讓市政重開機 高雄對我來講是我新來的股鄉 我從政那麼多年的時間 不管我在哪裡任何的工作 高雄是我眷戀的地方 也是我以後會住的地方 那我是一個在地的子弟 在高雄其實也見證了高雄的前生軍事 跟希望說在未來參與高雄的改造的過程裡面 我也能夠進我作為一個高雄子弟 我一份心理 那8月15號的投票 市民期待要選一個新的市長 讓市政有一個新的開始 那我希望說在未來高雄的轉型 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 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訪談呢 其實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而接下來高雄市長無限保持的系列 我們還會繼續問問看 其他的候選人能不能也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最後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一起關注 高雄市長補選這件事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掰掰 那就是在高雄有沒有 哪一家就是扇頭火鍋是比較道地的 高雄其實因為在碼頭旁邊 所以扇頭火鍋是廣東扇頭 就是工人來就吃很多家 你只要在閻城區 你隨便找包括聖衛啦天天啦 有很多都不錯啦 去的話記得說我的名字 因為我常常在哪裡吃 真的嗎 大家都認識我